- 商業就是探索生活,生活就是不停探索 大家好,我是劉傑克 之前我有錄過幾集關於戰爭相關的系列 其實還蠻受大家歡迎的 我沒有想到其實大家對戰爭題材的視頻這麼感興趣 那就有網友開始跟我反應 就是說傑克,你應該多錄一些戰爭的視頻 所以我就想,好吧,我就開一個新的系列好了 叫做《越戰那些事》 專門講越戰的時候相關的人事物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這個系列的第一次錄影 第一集的節目 我決定講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 這個議題即使是越戰結束到今天將近50年的時間 還深深影響的越南人就是成績 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成績是什麼呢 成績就是一種落葉劑 它是由美國的孟山都還有陶氏化學等化學公司 製造的一種落葉劑 那這種落葉劑呢 在空中噴灑下去 植物接觸到這種落葉劑 兩天之內 樹葉就掉光光 就會死亡 那為什麼要叫做成績呢 主要是以它這個圓筒外觀來命名的 因為它有橙色的一個封條 所以叫做成績 那其實呢 在越戰的時候呢 也不只是成績 還有藍績啊白績啊紫績啊各種顏色 不過是以成績為最大眾 那為什麼這個成績它這麼厲害呢 植物一接觸到兩天就死了 主要是因為它裡面含有一種叫 那成績裡面含有的帶奧鑫呢 是帶奧鑫種類裡面最毒的一種 叫做四綠雙本環帶奧鑫 英文簡稱叫TCDD 那這種帶奧鑫呢 進入到人體呢 總共要14年的時間 才能夠完全代謝光 而且呢它還可以在大自然的 這個食物類裡面循環 所以算是非常厲害的一種毒物啊 那美軍它是何時開始把這個成績 應用在越戰的戰場上呢 這個要回溯到1962年的那個時候 美軍他在越南的這個戰場上面 其實他跟越貢打戰 他吃了很多虧啊 因為越貢呢 他非常擅長打這個游擊戰 而且在越南 中南半島那些地區 有很多的叢林 真的是有利於越貢 他做這個伏擊美軍的這個動作 所以那個時候美軍他們常常在感慨啊 就是我們是在跟看不見的敵人在打戰 那敵人看不見怎麼辦呢 就是要消滅掉能夠隱藏這些敵人的 視覺上的障礙物 所以他們就想說應用這個 落葉劑這種東西啊 這樣越貢能夠暴露在美軍的直接的炮火攻擊之下 所以呢 1962年的時候呢 當時的美國總統甘乃迪 他就開啟了一個叫做 牧場守行動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呢 從1962年開始到1971年結束 總共前後大約十年的時間 美軍呢從空中噴灑這些成績啊 噴灑的範圍其實涵蓋了整個越南的領土 那甚至還包括了寮國啊還有柬埔寨一部分的地區 總計呢在這十年 將近十年的時間裡面 美軍共噴灑了大約2000萬加倫的成績 在越南的這個領土上面 2000萬加倫有多少呢 換算起來可以裝滿30座奧運規格的游泳池 這麼多的成績現在都殘留在越南的土地上 根據越南的官方統計呢 總共有400萬的越南人接觸過這個成績喔 那有300萬人因此而生病了 40萬人死亡還有50萬的新生兒呢 因此而畸形喔 那成績呢對於人體呢會有哪些影響呢 根據後來的統計啊 這些接觸到成績的人啊 罹患到心臟病啊糖尿病啊前列腺癌啊 還有各種神經系統的疾病的比率呢 比正常人高了30%到50% 最重要的還是對下一代的影響喔 因為代曜性這種毒素 它會深入到細胞核裡面 那導致呢母親在孕育胎兒的時候呢 這個細胞的生成還有複製會產生一個異常的情況下 所以呢會造成這些新生的胎兒喔 五官的這個畸形 然後還有四肢殘缺 器官發育不良 那通常呢他們的壽命都會比一般人來的短喔 現在我就準備了一些成績受害人的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接下來這些照片如果你們看了覺得不舒服的話 你們這一段可以快轉喔 首先這張照片呢他們這個受害人他們是比較輕微的啦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成績的受害人呢 很明顯他的五官會發展得比較異形 一個很明顯的特徵呢 就是在牙齒的部分 我有看到很多成績的這些小孩子喔 他們的牙齒的發育都會比較亂 比較不健康喔 還有成績會影響到四肢的發育喔 也有很多成績的受害人 他生出來他就是可能沒有手沒有腳 那發育也不健全的 像這個照片裡這個小男孩呢 他天生就是沒有腳的 他不是被截肢喔 他是因為成績的關係 接下來呢看到這一對 這一對其實他們是雙胞胎 兩個都受到一樣的影響 那你們可以看到他那個四肢的發展 其實是四肢都是很短小的 手指頭的發育也是異常喔 那還有很多成績的受害人呢 他們一生出來就直接是處於一個癱瘓的狀況下 所以他們這些家庭喔 生出來這樣的小孩 就等於要照顧他們一輩子 也是很悲慘的情況啦 再來呢看到這些新生兒寶寶 他們都是等於是成績寶寶啦 那你們可以看到照片裡第一個寶寶 他的頭顱發育的部分特別大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細胞在母親的體內生成的異常 所以像這些寶寶他們通常存活率也比較低啦 所以看到這些照片其實也是蠻難過的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受到成績影響比較嚴重的一個寶寶了 其實後來可以看到很多成績的毒素的影響 可能是影響到線體啊 人的線體 所以他們的眼睛都會特別的突出 還有頭顱的發育也都不是很健全的 剛剛給各位看的這些照片 成績受害人的照片呢 還是活下來的 那有很大一部分的這些寶寶呢 他們是在那個母親的肚子裡面呢 就已經死去了 就成為死胎 根本沒有辦法能夠活下來 那是後來在把這個死胎拿出來的時候呢 才看到哇原來是個畸形兒 所以這個越戰雖然結束了 但是這個成績對越南人民的影響 還是持續了非常非常的久 成績的這個禍害其實不只影響到越南人 還影響到很多美國當時在越南打仗的這些老兵 有很多美國的這些大兵呢 他們回國了以後發覺 怎麼自己的身體啊 還有自己同袍的身體都變得比較差 常常生病 還有生出來的小孩也是畸形的問題很多很嚴重 所以呢 從1978年開始呢 就有一群的這個美國越戰的這個老兵 開始對這些成績的製造商 比如說孟山都啊還有陶氏化學啊這些公司 提出一個訴訟希望他們能夠賠償 然後在1984年的時候 他們就達成了一個庭外和解 那這幾間總共大約有7間的化學公司 總共賠償了這些越戰老兵 1800萬美元的賠償金啊 那後續呢美國政府還是有對這些 越戰這些成績的受害老兵 有提供一系列的醫療上面還有生活上面的照顧 那美國國會也播出了大量的預算來支持這樣的計畫 那至於越南的民眾呢 他們也開始對美國的這些公司提出一個法律訴訟 不過比這些越戰的老兵晚了20年啊 在2004年的時候呢 首先有三名越南人 他們首次開始對陶氏化學啊 還有孟山都這些公司提出訴訟 那在同年的8月的時候呢 總共加起來大概有100名的越南人 開始對他們這些30多間化學公司 提起了一個集體訴訟啊 希望能夠針對這些成績的受害人 能夠來賠償 但是這個訴訟案呢 最終沒有能夠成案 法官駁回這個訴訟案的理由呢 主要是因為兩個原因喔 第一個原因就是 當時的法官覺得 這些化學公司呢 孟山都啊 陶氏化學這些化學公司呢 他們在成績一開始被使用的時候 他們並不知道會有這樣的後果 再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這些受害人呢 你們沒有辦法提出證據 就是證明你們的這些畸形 是跟你接觸到成績 是有直接關係的 法院就是因為這樣的因素 駁回了他們的請求 其實後來有分析指出啊 美國的法院呢 駁回這樣的請求 其實是對美國政府來講 是一個必要的動作啊 因為如果這個訴訟案成功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緩顧近代史 這些近代史的戰爭 十之八九都跟美國有關係 如果這些民眾可以因為戰爭的關係 而對美國的民間企業或政府提出訴訟 而成功的話呢 後續 敘利亞的民眾 伊拉克的民眾 還有庫德族 他們都可以對美軍來提起訴訟 那這樣美軍就沒完沒了了 這個案子的駁回呢 其實對美國政府來講 是鬆一口氣也是必然的 那最後呢 就要提到就是 美國政府其實他們對成績的這個態度 一直都是一個不願意非常正式去面對的態度 也許民間他們很踴躍的參與 但是對這些海外的受害者來講呢 美國政府一貫的態度呢 都是一個比較消極應對的一個態度 在2016年的時候呢 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拜訪了越南 對越南來講 可以說造成一個大轟動 當時萬人空巷 我當時呢 也是人在越南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當歐巴馬的車隊要經過西貢的街頭的時候呢 在咖啡廳裡的百貨公司裡面的 全部都衝出來 大家在窗外看啊 在街上看啊 就是為了看到歐巴馬車隊經過 其實哪一台車是歐巴馬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大家就很興奮 好像看到偶像明星一樣 歐巴馬當時訪問越南呢 去了很多地方 一個很有名的照片呢 就是他當時跟一個已經深顧的 很有名的主廚 安東尼波敦啊 他們去光顧了一家 河內 一家當地的這個河粉 那留下了一個很經典的照片 歐巴馬呢 他這一趟的旅程呢 他去拜訪了很多地方 那當時呢 現港的這個 成績受害人協會的這個主席啊 就有呼籲歐巴馬 你應該來拜訪我們這個安養中心 因為如果美國政府 你們對於你們當時越戰的 本國的這些老兵 你們都承認 成績對他們的傷害 並且願意提供他們 醫療上 以及生活上的資源 跟賠償的話 你應該也要來關心我們 越南這些人 我們也受到成績的傷害 我們也應該得到你的這些賠償 於情於理呢 歐巴馬都應該要回應他們的這些訴求啊 但最終呢 歐巴馬還是沒有去探訪他們 連自由派的領導人歐巴馬 都採取這樣的態度 所以很顯然的 對美國政府來講呢 成績這個議題呢 不管對任何的領導人來說 都是不願意正式面對的真相 如果各位同學對成績 還有對越南當時越戰的一些事情 有興趣的話呢 我可以推薦大家一個地方 大家如果來越南玩 可以來參觀 胡志明市 一個叫做戰爭紀念博物館的地方 它位於胡志明市的三郡 離一郡很近 市中心一郡很近 那這個戰爭紀念博物館呢 它展列了大量的 當時越戰時候的文獻 還有照片 還有資料 對越戰還有成績相關議題 有興趣的人呢 如果你們有機會去越南玩 你們真的可以去這個地方看一看 那我接下來呢 我要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呢 就是我六年前 那個時候第一次去戰爭紀念博物館的時候 拍的這個照片 當然我有經過它的允許啦 它是一個 也是一個成績的受害人 它出生下來就是沒有眼睛的 那但是它也是自力更生 它就在戰爭紀念博物館那個地方 它彈著這個電子琴 彈得還不錯 它就是來吸引這些觀光客的注意 然後來買一些紀念品什麼的 看到這個男生啊 我就覺得其實我們大家人生其實遇到很多困難了 不要這麼輕易的就被困難給打倒 你看這個小哥他天生就沒有眼睛 但是他還是這樣努力的自食其力 克服這樣的困難 然後還學會彈琴 反觀我們自己啊 我每次看到這個小哥 我就覺得自己人生遇到的一些什麼難處 其實跟這位小哥相比也就不算什麼了啦 各位以後有機會來到這個戰爭紀念博物館觀光的話呢 你們不妨給這位小哥來捧個場 買一些什麼紀念品的 那也希望我們大家看到這位小哥能夠給自己多一些正面的力量 遇到什麼困難其實都可以解決的 連這位小哥對人生都這麼樂觀積極的去面對他 何況我們呢 好啦 我是劉傑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呢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